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今天我读得这么爽啊 因为我们是最后一集了 本季 哎 尹燕老师 您是大轴啊 我们的这个压轴嘉宾呢 杀杀来迟 不然了 上一集聊不完 我觉得我能跟他聊12集 就是这个生命啊 而且呢 咱们到了这个最后啊 真的也就是可以从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生命的秘密啊 哎 作为咱们的这个结语啊 我觉得很有意义 哎 这个爸爸和儿子有多相像 基因决定的有多少 还挺难的 这个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 是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 所以说孩子是什么 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 我们一般说先有大嘛 这个问题讨论很多 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 哎 过去我记得那个 禅宗有一个公案啊 叫让你经常参一参啊 说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您这个有点打击方的意思 其实是一个脑筋击转弯的问题 儿子没出来之前 那个人不是爸爸 嗯 哎 这是逻辑 但我刚讲到这个问题 不一定击转弯 可以很严肃 是 可以很严肃 就是说父亲跟儿子 或者是爷爷再到下面孙子 他们中间的这个 有怎么样程度的一种相似性 我一般说 通过遗传 对 我一般来讲 一个社会属性的人呢 遗传什么 不是只是腹筋母血 腹筋母血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叫血脉 我们今天咱几个聊半天 讲的是中国话 这是文脉 还有一个是菌脉 你的微生物也在遗传 也在传递 尤其是奶妈 乳母 乳母 基本上把基因啊 大量的细菌的 这部分的基因 也都传给你了 连的菌菌一起给你了 就说 有人说这个 他会长得有点像 他的乳母 是啊 有一个遗传学上很重要的概念 叫表观遗传学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的基因 没有变 但是这些基因表达的位置变了 我们假定啊 就说这个 比如说 床前明月光 这个咱们一听 这是李白的建业思 这一层 大家没变 但是你怎么读 你是读床前明月光 还是床前明月光 他的表达变了 那这个时候 你曾经做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样的遗传呢 也是我们今天对遗传这两个字的定义 既有血脉 既有文脉 既有菌脉之上 又多了一层表观遗传的内容 它使得我们人类天然 继承了很多以前没有的记忆 你说的这个 引起我很多联想 就是过去啊 咱们这个文科生吧 也可以说有些哲学家吧 其实提出来一个问题啊 就是文化 遗不遗传 就是文化 会不会写在一代人的遗传基因里 文化基因 我就是我们从最简单的生物去理解啊 你比如说 我经常举的就两个例子吧 第一个大家都懂 这个老鼠见了猫 没见过猫 看见也怕 不管大小 对于恐惧的基因 这个恐惧的基因 是通过遗传方式记下去了 还有更直接的证据 就是有一种很小很小的一种蠕虫 我们叫线虫 这个线虫呢 知道吃哪些细菌 会让自己中毒而死 然后它就会通过遗传 高脂下代 你会看见这个细菌不要吃了 通过MRA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 MRA疫苗的 MIRR的方式 在代代往前遗传 所以 这个东西 如果上升到了文化 什么样讲 它应该会有遗传的要素在 不能说它完全不能遗传 它会不会不是 就是真正叫文化的 这个基因的遗传 而是说 行为 认知的 可以怎么理解 对吧 观念的这种 先天和后天其实都有 对 既有先天的一定 我们去说人肯定是有天赋的 这我承认 但我说的是基因是测不出天赋的 这两个是不矛盾 再加上后天的习得 不是后天的东西 大家容易理解 对 关键就是先天的东西 占多少成分 起多少作用 龙生龙 什么 凤生凤 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这个 那我们从社会性来讲 你从小好吃懒做 家里环境优越 那你这个 你传下来的 那你爸爸那种 也是你爷爷那里传下来的 地主嘛 你黄世仁的儿子嘛 等等等等 那么 但这些是后天的 多少是 所谓浸透在血液里 多少是你从生理学上 可以解释的 这种遗传 我们先从生物学上 往上竖吧 因为 我们所有的线粒体 就是细胞里面的发动机 叫线粒体 叫线粒体 线粒体 精子里面 几乎没有线粒体 线粒体都主要来自于卵子 男的没啥用 男的给了遗传物质 所以就是说 线粒体基本上都是妈来的 我往上竖的时候 所有人应该都竖到一个妈 就是下娃的 就是线粒体下娃 大约就是二十万年前吧 我们智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们找不着吧 外车特体一定只能来自于蝶 所以网上竖也能找到一个外车特体 亚当 大约也是二十万年前 但这俩不是一对 这是我们目前遗传学的证据 都在非洲 这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出非洲说的主要利润 至少我们今天人向上竖到那去 对对对 我有一次看一个纪录片嘛 就是还看到 就是说 说你看 就追溯到多少万年前 那就是亚当 我一看 还要复原出一个图 说可能长这样 就基本上有点像泰森 那是咱们的祖爹 是吧 祖爹 这是它是基因 从这个 线粒体的角度 从线粒体和外车 自己向上竖 就能竖成这个样子 当然今天是单中性取缘 还是多中性取缘 是非洲说 还是东亚说 大家还是有争论的 学祖界也没统一 但这个过程中呢 换言之 也就是徐老师 我们往上述 中华民族的 特别是男性 非常简单 大概在五六千年前 有三个外车色体 急速扩张 我们如果往上古的 这些神话吧 或者说就是古典上去对 皇帝 延帝 赤友 看得很清楚 那三脉 史料是不全的嘛 我们也搞不清楚 杀 杀 那个外车色体在扩张 在急剧扩张 就是等于说 他们那个时候后代很多 今天另外一个 直成的数据呢 是在欧洲 至少有大概 7%的男性 是成吉思汗 就黄金家族 这一脉 这个更好理解 是蒙古西征的时候 就逐渐的 大家其实是男的杀的 女的给你传宗接代 然后慢慢的混混混 就混成今天这个状况 网上诉 都能诉到一个 黄金家族上去 好像说是成吉思汗 孩子最多 吉他的后代 吉他的后代 不能都是他省的 他的外车色体 传给了这些 他的孙儿最多 拖雷啊 拖雷啊 序列物啊 这些 无量文台啊 郭靖 郭靖倒跟他 好像关系不大 郭靖咱得去找郭孝天 那是另外一半的 所以就是说 从血脉上诉呢 我们马上诉一诉啊 咱俩五百年前 一曲不是一家 五千年前 大概率是一家 没多远 所以我们应该 相亲相爱啊 对吧 就是这个文化 会不会写在 因为咱不知道 它是怎么写的 是 就是说 一个基因这么 你说遗传变异 遗传变异哈 但是我想象的 要像电脑 那个写入的话 当然我过去看贤书啊 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啊 一个人的身体内 藏着人类 所有的经验和记忆 我不知道这个 在物质载体的层面上讲 能不能说 比如说 我这一辈子的经验 对 也以某种形式 会记载在 往下传的DNA里吗 我跟你举极端的例子 比较好讲 就是在医学上 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 还是骂咱们男人的 真正对人类 对人类健康有影响的 是那些仍有生育能力的老男人 就是你了 徐老师 我没说啊 我没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你那个话 现在说 你戳过的烟 喝过的酒 打过的仗 干过的任何的这些事 都记录在了你的经子里 生活经验 经子里 是正的八景呢 会在你经子做解除分裂的时候 以表观遗传学的方式产生假句话 更多的是累积了有害的突变 平均35岁以上的时候 每一年会多两个突变 这是目前可以测得出来的 对人类有坏影响的 我刚才没听到那个坏字 我突然想 哎呦 责任怎么总达 我这个地球有很多精子库 你知道这个全世界 在欧洲吧 最著名的其中的一个精子库 是哪个国家 这个国家男性身高是最高的 荷兰 对 一品八七的品 所以荷兰精子库是大家都想要 因为很多 即使是不结婚 我也想要个孩子 就有这么一个 各方面都很优秀 高智商 高学历 又很帅 大家看的都很好 然而他捐出的精子 90%都是自闭症 生疏的后代都是自闭症 后来发现他就是自闭症 通过精子 把自闭症的精子带进去了 我认证考虑过 我那时候 他有些读书的时候 他们拿了一个表 大学生240 每个月 美金 我那个时候读的硕士 400多 就是捐一次精 对 不是捐一次精 一个月得去4次 捐4次精 硕士 刚才讲400多 博士是800 当时400美金 对我很大的意思 我们几个人认真地考虑的 唯一阻止我们的 就是有人说 以后你跑到超市 对面走过来一个 徐子东 你怎么办 想想 哎呀算了吧 现在后悔 那那个女的呢 那卵子有这样的 卵子是配给制 卵子从您生出来那一天 就没影响 就这几万个卵子 精子是一个竞争制 我们男性的精子质量 是在下降了 这个我们要成立 就是越早发挥的 越好 孩子还是要早生 他的一个逻辑是这样子 就是在于 我们男子经验的精子术 活的精子术 是从将近一个亿 现在降到大概就2000万左右 哎 竞争对手少了 而且这里面精子是要分级的 精子啊 这个东西 大家能理解的就是蝌蚪 对吧 对 这是个头 后面戴个尾巴 对 那个尾巴怎么游呢 是个螺旋甲一样 转着走 哦 这跟那潜水艇一样 精子唯一的线力体 就是在它尾部 头部就是遗传物质 所以精子也很厉害 几乎携带不了病毒 太小了 病毒进不去 空间不够 是这样子 精卵遇到一起的时候呢 这个 首先啊 一个精子 碰到卵子上了 我们简单理解啊 它只是给了一个信号 告诉我要进去了 然后这个精子 它是 没用的 咽着了 紧跟着那个 卵子开着洞 碰进去了 这就是先驱 我有时候经常拿这个例子 去比喻创业 跑得特别快的 那个未必是好事 你只是创了一下 帮助第二个 打开了一个一扇门 前浪扑在沙盘上 对 但它是随机的 因为那个卵子中 有好多精子了 它好像在哪个位置开动 你是不知道的 您看上一集啊 这个尹老师讲到一个 就是徐老师 你肯定知道 那个时候就是 严富翻译天眼论 对 然后后来我知道呢 其实严富的这个翻译啊 它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啊 也改变了一部分 这个赫徐黎的意思 对 赫徐黎说呢 就说这个 这个逝者生存嘛 赫徐黎的意思就是说呢 动物界都是自私的基因嘛 都是自私的 但是呢 因为是人类 反而我们可能有 集体的利他的 真利他 真利他行为 但是呢 你知道这个严富 他们当年啊 就有感于咱们那个 生死危亡之际啊 这个晚清的时候 对 所以他们为了促进 这个思想变革 他把这个思想就说成是 逝者生存 逝者生存 就是说你要不强 你就会被灭亡 就变成了 我们后来比较担心的 社会达文主义 就是允许大家去筛选 人口质量 所以希特勒 后来用到极致的 是通过高尔顿的 这些优胜论 其实那一脉 到现在就一百多年的时间 但您讲这个是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信号 就其实每一个人类 活下来都是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今天 你怎么定义智能 我们现在城市里 我们可以活 让那草原上 那可能今天非洲人 那些原始民族 他更比我们适应那个环境 看你怎么定义 所以就是说 从你们的研究来看 理论上讲 大学教授的这个遗传 他的儿子 不见得就是最高 就是大学教授 我们自己讲 富不过三代 985也不过三代 我问过好多人 复旦 北大清华 连续三代的 几乎就没有 换言之 从我爹是看不到我的 你看 他已经像贺旭黎 就已经讲到了 这个自私基因 利他基因 对 就是有利他基因 还蛮难的 我其实很难定义 什么叫利他基因 但是人类 从人性上讲 是真的有一 就是我们是第一种 带上了真利他主义的 就是其他的物种 几乎不会为别人而死 顶多是为了 自己的亲戚而死 但是你真利他主义 不是基因啊 是后来的一种 道德训练 问题就在这 就是道德训练 会不会影响基因 甚至于我们 再往前问一步 就是过去我们认为 比如说一个孩子 他的这个性格 或者他这个脾气 甚至于说 他这个待人处世的 这些东西 是从小跟那模仿 爸爸妈妈 怎么受家庭影响 对吧 但是呢 我跟你瞎白话 我今天听就是文科声啊 比如说你像咱们这个 王阳明 对 讲这个心血 一直到他可以追溯到孟子 王阳明这个心血 他讲的啊 就是说人心里有一种东西 叫良知 这个良知啊 叫不学而能 孟子讲的意思 就是说人天生就知道 什么害羞 或者说人天生就有 侧隐之心 比如说看见一个小孩 这个这个掉井里了 你你你天生就有侧隐之心 那么他认为这个 侧隐之心 王阳明认为啊 这个侧隐之心是天生的 我就瞎这么联系 如果他这个心血说法 能成立的话 那么某种侧隐之心 跟基因有关系吗 31亿了 人类是怎么会有侧隐之心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个 有一本书叫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就是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其实很大程度上讲 就是因为进步了 就是因为我们科技提升了 大家不需要再整个 你死我活了 自然界其实是一个修罗场 没有什么生机傲然的自然 我们看到的生机傲然自然 是人类自己给它人性化了 其实物性化的一个自然 那东西就是个修罗场 两个物种遇到一起 绝大部分就是吃啊杀啊 大家一起能延续后代啊 选择很少 选择很少 我们能看到的 基本上每个物种 都在强烈的选择和被选择当中 这是实际的自然 按照刘思星的话讲 就是个黑暗森林 它是个从灵法则 那么人类来讲的话 比如说基因是不是能决定性格 确实 有一些基因是极端的 更容易造狂 换言之 这一部分人呢 也可能更容易 比如说在战争年代 他可能经常能 获得特别高的战功 试杀诚信 特别勇猛 其实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 看是从你这方 还是从敌那方来说这个意思 对对对 但是在逐渐逐渐 我们对这种战争的代价 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时候 比如说核战争 大家都不可承受 那这个过程中呢 大家就更加趋近于 以文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整个来讲 人类在性格的 应该来讲 与人为善的这部分要素 是越来越多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解释的 或者大家容易接受的 还是在于 苍栗十二之礼节 一个社会大国境造成的 但是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会间接的去筛选掉 这些暴力的这些要素 因为它可能会被更多的素 能减掉啊 我讲的是自然选择 你选一选 它可能就不占优势了 您可以理解 今天如果咱们天天打仗 那么一个特别试杀成性的人 会有最多的后代 如果今天不打仗了 他没有那么多机会 有更多的后代 那么试杀成性的这个基因 我说的比较极端 就在这个基因中逐渐被筛掉了 这叫基因飘变 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生 我可以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羽燕 一种燕子 在高速公速路的桥下筑巢 那么原先的羽燕 一开始飞的时候 一定是先往下落 然后再飞起来 第一次 车太多了 所以羽燕掉下来就被撞死了 就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短短几十年 所有的北美的这个羽燕 它的翅膀全变短了 因为那些更长翅膀的飞不起来 短翅膀的 就可以在车窗的时候 它飞起来 这是被筛选出来的 你可以说这是车带来的问题 但是在基因上 的确长翅膀的羽燕就被筛掉了 我能讲一个例子 1924年3月8号 1924年 38妇女结婚 何江宁提出废除 一幅多极致 结束了一个腐朽的 给女性更多的选择权 使得每一个男性 都有机会有一个老婆了 就是你的基因 比如多少基因特别好 假如说还在民国 你可以娶二十个三十个老婆 其实你是用钱去买断了 这些女性的机会成本 为你生孩子 那就意味着多了二三十个光棍 所以一夫一妻制 这个事情本身来讲 是让基因尽可能的 保持着它的多样性 每一个人的基因 都有机会传递 所以这样的事情 你不能简单的用社会 我以为是保障有钱的男的 不能多娶老婆 也是对的 香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 废除的很晚 废除的很晚 澳门你看 我的学生当中有很多 讲自己的家里 就是一个爸 三个妈 二妈 都有 在一起生活的 就是这样 我以为这个是 一夫一妻制应该是保障女的吧 照理说就是保障 整个性别斗争当中的弱势者 应该这么理解 这是对的 分配嘛 从这个哈马拉米法典开始 就提倡一夫一妻制 但是到了 因为中国实在是把农贡文化 用到极致了 所以我们是存到了最晚 我们理论上也叫一夫一妻制 然后是一夫一妻 多妾 是用这么一个角度 因为理论上一直是 你太太只有一个的 就是妻子什么皇后 什么宫斗剧里边都是一个的 其他的就是 只是男女不平等 女的没办法这样 除了武则天 所以你看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比如说在动物界 那是天地不人的 对吧 他是比如一个星星 或者什么的 他有条件的 他就要占有更多的交配机会 从而这个基因的传递的效率就大 直接体现了 但是所以我就说 这个人类是很不平的 人类的文化和文明 他最后 他产生了要公平 但是 这个公平和 你讲 没有 但是就是古老的这种 这种这个分配制度 产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情感基因 还是叫什么 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比如说他们说 嫉妒的产生 就是为什么男的会嫉妒 女的会嫉妒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男的会嫉妒 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那个 就是那个后代会不会是他的 所以男的更在意 女的有没有跟别的男的 发生实质的关系 而女的嫉妒呢 是嫉妒情感的 比如说他可能觉得这个男的 他跟人家情感出轨 比身体出轨更重要 是因为如果情感出轨的话 怎么说 就是说 财产一半就被分掉了 就是说他的占有的 这个男的的资源 这个财产就会被别人给拿走 所以尽管是这个一夫一妻制了 但实际上我们记忆里头那种 是这种不是一夫一妻制的 这种记忆的基因还在起作 这就顿开感悟了 就是说动物是通过 你讲的那个环境 基因演变出来 人类通过一系列 社会制度跟文化习惯的 来做这个调节 多了一道束缚的调节 而且人类的这个历史是很短的 跟大部分动物比 如果按照这个动物界的这个逻辑的话 那么我们的很多公平的这个要求 或者文明的这个要求 不公平 怎么说呢 就是人人都有传递DNA的机会 这是咱们的价值 对吧 好像表面看起来 似乎这个跟那个DNA的意志 有点不吻合 但是呢 我还看过一种理论 某些社会性的东西 有没有写在DNA里 也就是说所谓啊 你看往往互相帮助的 这个族群 它在这个集体的意义上 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更高 这个是个确定的结论 是对的 在当年大迁徙的过程中 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的存活概率更高 这是有证据的 你看 那违反了这个DNA它自私 它要活下去 不是啊 因为有血缘关系嘛 所以我只要照顾我这个族群的人 就是延续我的基因嘛 你会明白母狮子是互相照顾小狮子的 但是公狮子一定会先咬死 上一个公狮子的小狮子 才会使母狮子停止哺乳 重新进入受孕期 生自己的孩子 那蚂蚁呢 蚂蚁是一种 蚂蚁是科隆生殖 是科隆生殖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蚂蚁是一个社会性的物种 因为我您刚刚说这个 我就在想 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看那种 就是大自然的片子 看动物世界的片子 我们看的时候 其实觉得特别好看 特别美嘛 但是加上了很多人类的解释 对了 那是你人类的视角 是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的 实际上我在想 它是不是像一个人类世界 有杀戮 有囚偶 有什么 有这个延续 你知道啊 澳大利亚的鸟 是怎么快被弄光的吗 被猫 野猫 就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这些事实 澳大利亚的野猫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会看到哪个地方着火 这些猫就会 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跑过去 消防队啊 不是 因为那些鸟就会被烤熟 我以为去救火 我说这也太厉害了 甚至很多猫 趁人之危 对 就趁鸟之危 就开始进行这种屠戮 真的是灭绝式的 在消灭野鸟 那只是没发展到 点火的地步 所以 所以我们 还是不如人类 所以我们要 人类就会点火 对 所以我们要真以为 我们人类世界 跟动物世界一样 我们就会 就认为我们也是一个 无情天资 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 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一些动物界 我们也解释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鸟类确实有很 严格的一夫一妻的 比如鸟 也会有 也像 鸟 就 也还有好多的物种 它有语言 你听不懂 鱼的记忆也绝不是奇妙 鱼的记忆可以很长 有些鱼会知道 谁是它是主人 它会给你打招呼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 动物的很多的理解 应该来讲 就有点像我们对人类应用的理解 它早就会了 它说不出来 你就认为它不知道 就是咱们讲DNA的利益 DNA的利益是你个人的利益 还是这个种群的利益 比如蜜蜂 对吧 它好像感觉就是什么 只要我的DNA能传现下去 某一个个人的生死 是可以牺牲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有利于它这个种群的DNA 我们不叫真利他 这就是这个就叫利他 但这个利他基因是基因决定的 是基因自私性决定的 你看就是这个自私 就是人人喂我 我喂人人 没办法 是动物性的 是动物性的利他 就是我为了总群的基因而死 我们简单讲 这就是利他行为 这个利他行为 有严格的基因的要素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知道 很多的一些真菌 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总有些真菌 可以一直往上去扑 后来发现不是 它是一个骗一个 最后最笨的那个被骗上去了 这是基因决定的 黄继光或者这些 它是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这不是基因问题 这是那一刻 真正为了它所在的人性 这个叫真利他主义 它跟你根本毫无血缘关系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从哲学层面上讲 从科学层面上讲 都应该去提倡的一个东西 真利他 就是崇高吗 倒不能讲崇高吧 之所以人 之所以你自己定义成 你叫灵长 万物的灵长 凭啥呀 这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这个爱 在DNA里吗 那跟繁殖有关 这个有关 爱 理论上讲呢 爱是一种 非常难以去描述的 一种情感 这个爱 比如说男女之爱 子女之爱 对群体之爱 对人性 人类之爱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爱不是一种 至少我们今天从激素学的证据 就是从我们的各种分泌的 这个荷尔蒙的证据 和从这个脑波的证据 它都不是一种 你像有一些爱 比如说这种冲动 我相信动物也有 但有一些爱 恐怕只有人有 或者是只有人能被证实 有一些不可证 不可证 所以 这个问题呢 会到了一个 就是像我们刚才聊到的 就您说的那个城市 到什么点上以后 就会出现一个 我们人类意义上有的爱 这个证据 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 因为你没有办法 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发 把你拽离地面 等于说这个DNA 对于这个意识的产生 我们还弄不太清楚 搞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 还在很努力的 看两个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是 我们通过脑电波 通过这些神经元的 这些连接 去拆解它的一个 这只是检测到了一个结果 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 和它的成因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是 我们在不断地去研究 你这861个神经元的 结构是怎么做的 我做不出来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必须在结构上 先还原你 有点像人类基因组计划 我得先把31个弄出来 我再说 这一个一个基因 怎么回事 如果我这31个基因 都没弄出来 你说这个基因干啥 那个基因干啥 这都是原木求鱼 这都是管中溃爆 所以您刚才说 爱是还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 还有什么是不能 从基因角度解释 情感的问题 几乎都不能用存基因解释 那能用基素 基素能看见的 可能是一种结果 但基素的这种调控 也极其的精准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很多其实做神经生物学的人 都明白一个事实 就人正常死亡的条件下 不是横死 正常死亡的条件下 其实他在临死前 大脑会自己把细胞 大脑的细胞 会把你从生理状态 转成了病理状态 释放大量的酸酸 五腔四胺 多巴胺 内肥胎 或者类似的物质 什么意思 让你觉得很舒服 让你自己麻醉过去 对 所以我很多人说 有冰死体验 实际上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 有点像我们在高山 比如说爬了珠峰下来以后 出现的短暂的缺氧 所引起的致患 这也是你的大脑 为了帮你不痛苦 在危机的时候 死亡是一种程序 死亡是一种程序 它是写在基因里的 细胞凋亡和人类的死亡 是一种程序 在现在的医学的 比方用基因这些概念之前 哲学家 历代的哲学家 早就有各种探讨 那一般刚才讲的这个爱 和这个恐惧 就是对生命的爱惜 都被解释成本能 就是用本能 就是这个本能 不是因为道德 不是因为教育 不是因为训练 而是一个 它最简单的讲法 本能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繁殖的本能 那繁殖本能 所以就有喜欢小的东西 爱 包括怜悯等等 他认为 这个人对自己子女的爱 跟动物对自己小动物的一样 他认为这个不是教出来的 那这个是本能 生物学 母亲肯定可以为了孩子 不要自己的生命 对 这也这肯定是DNA吧 这个 其实它是应该是说 既有对后代基因的保护 也有就是利他行为一种保护 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的 那也有那 不管小孩的肯定也有 其实因为有一个 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于 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是他亲生的 这事就更复杂了 就是说 即使你自己心理上 把他认定救着你的孩子 即使你报错了 你也会救他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用基因去解释了 这种情况是有的 养母也有为了自己的孩子 不要命的 这就是也是有真理他的 还有这个人就是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报错了 但是他就认为是自己的孩子 也有为他不要命的 这些在这么多的科学证据当中 都遇到过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两种结果的 一个综合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就还是先天和后天 共同绝对的行为 就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DNA就是人的一种生理性的东西 它的基本运作原则是自立的 您讲的这个问题就有点像说 当我晶体管少的时候 它都对 把DNA猜到元素 猜到这个分子层面上 我们看的头都是到 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到一定程度以上 有了神经系统以后 它突然就诞生出了好多智能 和我们解释不了的东西 这个问题呢 我们其实做脑科学的 有一个悲观派认为 以人的角度研究人脑 是永远研究不明的 是 这等于你不能就这 自己的头把自己拽起来 要哥德尔不完美定理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一个系统内 永远实现所有的要素都自洽 你必须有第三只眼去观察它 中国过去有个笑话吧 古代就说这个大力士 楚霸王项羽 说劲多大 当着他的重将领 说你看 我能坐在椅子上 把自己给抬起来 这有点像您打的这个比方 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涉及到一个 很重要的要素 也是哲学家这么多年 讨论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从科学上讲 是很简单的 现在全世界科学问题 看了很多 实际上就三件事 三件事呢 我们把它叫做 两岸一黑三起源 怎么讲 两岸 岸物质岸能量 这是宇宙当中 我们看不见 但它就是存在 岸物质岸能量 因为你能看见的 都是物质和能量 但是物质和能量 一定有它相反 有正数必然有负数 这两个东西不相等 这两个东西不相等 与称不守恒 那么 这些东西 我还没有观测到 因为没有工具 但是 数据上 或者说我们经过 模拟演练上 它是存在的 这是两个大事 然后 一黑是黑洞 黑洞背后是什么 黑洞那个点 是不是奇点 那个字不念奇 念奇 很奇怪 奇 奇点 奇点的意思就是在 在那个点上 所有的物理定律 都是崩塌的 奇一点 不遵循任何的 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前 有没有物理定律 这就是第一推动力 或者说这些 物理学大师 为什么好到最后 都有了这种宗教性的感觉 这是物理上 所追寻的内容 三起源 宇宙起源 生命起源 最后一个最难 意识起源 如果不解决意识起源 这其他的问题都没用 因为你只有知道意识起源 你才可以去理解 之前的两岸一黑 两起源 所以这些东西 依赖于意识 都是要有意识 您是这个科学家 我想知道 因为好多科学家 最后有宗教性的情怀 我听他们的这种感慨 就是说 你越研究 发现这个DNA 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 对 是吧 它怎么 比如说人 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 或者一个 哪怕是一个昆虫 甚至有人怀疑说 昆虫的基因 是外星来的 说因为看上去 你把一昆虫放大了看 真的有点 就是它怎么可以那么 那么样的 即使最小的昆虫 也比行星复杂很多 对啊 行星可预测 昆虫不可预测 你会不会产生出这种 这是自然形成的吗 好问题 它可以不是在 我们认知的自然内形成 然而我相信 因为这个问题 问到根上 比如说有神吧 我们就可以说 神 人很复杂 所以是有神创的人 那神更复杂 谁又创着神 这个问题在 研究达尔文的 到贺取利益这个过程中呢 还是理查德德 戴金斯写过一本 《盲眼钟表教》 盲眼钟表教 简单来讲 就是说 你今天看见的复杂 不是第一天就复杂了 它是经过无数代 不停地修正修正修正 才到了今天复杂的程度 你不能忽略这个过程 尤其是我说的时间 几十亿年啊 这个过程中 是有可能诞生出 这样美丽的东西的 包括你看欧洲的一个教堂 几百年做成这个教堂 那个东西的复杂程度 也不是说我们可以理解的 至少不是一代人可以理解的 这个问题 我还问过那个赫拉利 我就说 我就问他为什么 像牛顿最后是 皈依了这个宗教等等 他认为这个 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他研究到那个程度 他认为就是因为他的家庭 就是天主教家庭 他倒反而认为是 从小的 或者您说的基因里面的 就是带出来的 他那个家庭浓厚的 这个宗教气氛 他最后他年纪大了 会归于那个气氛 他就不相信 就说真的是 他因为这个东西 他说不可研究 他说我们要 我们在谈论神 在谈论什么神 是决定大的事情 还是小的事情 是决定了我们的 万物的这个运行 但这个他说 我们只是为 叫为之 叫为之 我们每一次的科学上的 他是回到了不可之论 对 都把他为之变成 这个已知 那么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渐进的 并不是他一直是 这个位置 对 那么如果你说 小的事情来决定说 这个女的要不要戴头巾 男的能不能喝酒 这种小事情 他根本不相信 是神决定的 是人决定的 爱因斯坦实际上 在后期我的字 写了这样一句话 说我所信仰的上帝 是那个同万物秩序当中 规律性所显示出来的上帝 而不相信那个 于世人的行为 有千蕾的上帝 规律性就是上帝 对 他说物理定律就是上帝 就是道嘛 能不能这样 其实就是规律嘛 道 就是道也就是规律嘛 就是什么道嘛 他简单讲 我们经常说 庙里面有个佛像 给佛五块钱 这把就求佛 保我金榜提名 那把说保我上市成功 这把说让我能够做百万 我开玩笑 佛又不是开赌场 我是管不了这个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不要把宗教性 和宗教混到一起去 对 但是宗教性是一种信仰 信仰这就是个道 只是这个道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历史背景 有不同的阐述的观点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科学家来讲 他信的是有一种规律 即使这个规律也是互斥的 因为科学必须可被证伪 不可被证伪的事情 就不是科学 严格意义上讲 数学就不是科学 因为数学对的就是对的 哦 数学 是纯逻辑 是纯粹的逻辑 它对的就是对的 我今天说了 在比如说 就在奥基里德 这个三角形 三个那角合 就是180度 这个东西不可证伪 这不是科学 这是公理 科学一定是 在一定条件下适用的 所以现在在科学界 我们特别反对的一种观点 就是无神论造神 怎么讲 简单的相信 当下的科学 就是无神论造神 对 这也容易把科学神话 把当前的科学神话 他已经忘了 把第一神话 可能就说 基因什么都能干 我说不可能 基因能干的事 我说的很清楚 与生俱来 与时俱变 外来侵入 这三个事 我说了算 我基本能看到证据 其他的好的问题 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抑郁 这真的很复杂 这不是一个基因 简单的回答的问题 但是有些人就变成了 基因决定论 基因万能论 或者量子决定论 量子万能论 AI决定论 AI万能论 元宇宙决定论 元宇宙万能论 这都叫无神论 我是身边就有这样的砍爷 那家伙砍的神的 就说我告诉你 你呀这一辈子 你活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得什么病 你甚至说 你会碰见什么人 对吧 一直到你死的时候 是怎么死的 全都写在你的基因里 所以没有一个 绝对的客观的 或者说 对他跌破破的真理 人家说 所有的这个学科 其实都有个人的因素 在里面 如果分一个光谱 个人因素 最多的是历史 对 最少的是物理 差不多 可以这样讲 因为至少从19世纪 下半程以来 科学每过20年 知识量就翻一倍 现在这个速度 每10年就翻一倍 所以这种科学的 复杂性的提升 使得大部分人 已经跟不上了 科学的复杂 并没有让大家 减少了迷信 反而因为科学的复杂 让大家更加的持 对各种阴谋论 所以产生了 各种各样的兴趣 因为阴谋论简单的 就是我们反倒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外行人提出的一个问题 反正打中了一个关键 永远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没事 这个技术比如说已经10年了 已经20年了 已经30年了 那40年呢 比如说相信科学的人 他就会非常确定 就这个没有问题 比如说药品 咱们就说美国FDA 那FDA通过的药品 那就是可以的药品 那就是 这就是科学就认知到这个了 所以你就可以吃了 但是永远也有人 就是说 那你怎么知道呢 在呼唤一个绝对 有些证明绝对安全 在无限远的将来 甚至说 你基因 现在就用的基因疗法 对 基因疗法 我跟你说 是未来的一个福音 好多这个遗传病 对吧 罕见的这个病 包括疫苗 我们MRA 就是合成了一段基因 然后打进去 但是它模拟了病毒 对 让人类最直接的 习服的 如何去抵御一种病毒 包括未来的肿瘤治疗 基因疗法的前途 是很广阔的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 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 我们科学家 只能是按照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认知的这个程度 但是科学也说了 我永远等待政委 是 那么会不会今天 我们在科学方面 比如说在基因方面 我们采取的某种疗法 将来突然发现 就所谓这个黑天鹅 没错 100个都没事 100个都好使 第101个出事了 所以我一直问他们 我说 这个有什么可能的 大的危险 政委是不是就等于说 摸到一个边界了 政委是在于 其实这个 在理论物理上 不是有经常两个 有意思的段子 其中第一个段子 就是说 就所谓的一个 一个神枪手 每个10厘米打一个洞 然后有一个 二维的生物 去看这10厘米的洞 他就认为 10厘米就有一个洞 他把它当是一个定律了 这在大流的三体里 写得很清楚 第二个就是 一个养殖场 比如说就养了一群猪 每天10点 一敲铃 大家就给它喂食 最后猪里面 有一个科学家 有一个科学猪 总结了一下 每天10点 就会有食物 大家证了一年 果然对 然后第一年 那一天 集体拿去攒了 因为过年了 所以 这就是一个 政委的一个逻辑 我们其实在 这个维度里生物 有好多问题 是解决不了的 你就是个三维度中 你又在世界上 不可穿越 假如说有更高 智慧生命的存在 那我们今天 很多事情等于白塔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一直在强调一个 很重要的 这个概念 就是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就自由意志从不存在 对呀 如果自由意志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实际上 就可以假定 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 都是被设计出来的 你的思想也是有边界的 因为你没有自由意识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是哲学家 其实表现的 确实都很牛 笛卡尔 是极大层之作嘛 他就假定有一个 无所不能的 这么一个神 或者是魔吧 我可以制造你 任何的幻想 那他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问出一个什么问题 就能证明我存在 他说我思考了 我就存在 我思 故我在 所以今天其实 意识起源 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在于 你到底有没有自由意识 你的自由意识 到底被不被 你的悟性所束缚 你的想法 是不是无限的 是不是无穷可能的 也就是说 你的算计的可能性 是不是无穷为度 都可以去 而你也只不过是一个 高等的AI 只是我让你觉得 你已经可以 无所不能了 就像你养的小白鼠 或者你家养的宠物猫 它没出个门 但那就是它的世界 也许你就是那只猫 我们被困在地球上 这其实就是 很多终极问题 我们最后讨论到 很多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你怎么证明 你有自由意识 因为你有时候想想 你所能想到的东西 以前都有人想到了 或者别的地方 都有人想到了 就是你在这个 怎么来说 在这个传统中间 是不是说 我们人类 能不能证明 我们有没有自由意识 是到那一天发现 能不能证明 宇宙有没有边界 其实 因为它是我们认知的 还是要回答 几个起源的问题 如果宇宙起源是对的 如果能看得到 物理定律又是对的 我就应该有生命的起源 我有生命的起源 复杂一定程度 我就有意识的起源 这个意识的起源 在当前的宇宙范围内 它应该是 和这个宇宙的定律 所互洽的 但是您说的这个 到这个黑洞 到这个奇异点的 那个地方 对 所有既有的物理规律 失效 是 但是呢 科学家又说 会有一个界限 对 但是那个界限之外 那就是不可知 这就是我小时候 看的第一本 十万为什么 就是天文学 那个时候 一看完了以后 就其他问题 就没法想了 是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总有个边吧 宇宙之外 那这个边 你再脚 再跨出去一步 怎么办 是不是你一跨 人就死掉了 它的问题叫 宇宙是有界无边的 有界无边 什么叫界呢 界就是在于 相当于你在一个 无穷大的球面上走 你离不开它 但你感觉 没走一步 还是在这个球上 想象一个篮球 你是篮球上的 一个细菌 你是跨不出 这个界的 因为有引力 会有其他的 基本物理定律存在 束缚你 这是爱因斯坦的定论 就是 就是有外面 有界 你去不到 你或言之 在那个点上 连物质存在的基础 可能都不存在 所以换句话说 等于再通俗一点 就是说 你拿了很多尺 你拿了很多理论 你去找找找 找到了 假如给你找到了 那些尺 那些理论都是没有的 消失的 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 这个宇宙真正的 不可思议之处 就在于 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的 哎呀 这句话讲的特别智慧 但反过来讲呢 他也明白 这个理解是有边界的 因为已知的越多 未知的更多嘛 对 这种终极问题 问出来了以后 其实大家都答不了 你比如说中国古代人 就讲人 你比如诸葛亮 叫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后来我想 那不就是爱因斯坦吗 就是说你认识到了 这个科学的规律 哎呦 这个爱因斯坦死后 我觉得他在哪也偷笑 就是说 我说了 这个光从这到这 它会弯曲 多少年之后 证明一点不假 爱因斯坦这样的人 如果是在古代 那就是天师啊 那就是绝胜千里 告诉你什么时候 日识就日识 告诉你什么时候 如果从科学界来讲 爱因斯坦真的是一个 仅靠推演 用数学的方法来论证了很多 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去想的事情 爱因斯坦生在1879年 1905年的时候 写《小爱相对论》 那年他才26岁 26岁 四篇文章 就把E等于MC的平板 给推出来了 他就是一个管专利的 这样一个小 小事务员 对 专利局的 他最牛的就是写 尼利波 就是预测了尼利波的发现 我们真正看到尼利波 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 那是因为工具大了 就是你的工具够了 他所预测的很多的定律 指导人类又往前走了好多步 那你说爱因斯坦的DNA跟我们 对对对 我跟他想的一样的问题 他的大脑不是 那能不能拿来做研究 没有什么特别 来改变这个人类的DNA的总库 对不对 我们先想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 就是您刚才说的爱因斯坦大脑 大家都认为爱因斯坦大脑大 后来死后 他真的被解放了 还小 他还小 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特别 所以他的 我们还小呢 比正常人 我们大概承认的大脑 1400个立方厘米 CC 我们一般用好生 好生 女性都会小一点 因为头大头小 这是个气质的问题 但没有说女性笨 男性和女性智商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得说 只是在不同的点 我以为女的比较聪明 这更会说话 你的感觉是这个 我还是要用这个 这不是政治正确 这是真实证明 男性和女性之间 大脑上在结构上的差异 仅仅是体积上小了11% 那个就跟体型的差别一样 而且较强壮的男性 比头较大的男性 比头较小的男性 也差这么多 就证明 大脑是没有性别二态型的 不会因为性别 产生两种状态 叫性别二态型 这是一个定论 这不是一个 那么这个大小 跟它的功能 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I4男的大脑 也证明小一些 那这一点 是不是说明 传统所谓的男性气质 女性气质 基本可以认为是 后天社会文化环境 我相信是 影响到 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 女性这个数学不好 方向感不好 其实都不是 在女性都能找到 相反的证据 这个更多的是被暗示了 对对对 是被暗示了 就像星座 这个网上存不存在呢 其实更多的是被暗示了 就是您在上一集提到一个 我觉得还没展开说说的 这个真的是 未来必须要考虑的 一个伦理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定制 定制人类 紧从可能性上 科技的可能性 纯技术的角度来讲 我们这么讲 我可以在今天的技术下 定制任何一个 定制序列的人类 但它的功能 我预制不了 就比如说31个剪辑 你说怎么排 我可能给你可以都合成出来 但这个孩子 能不能按照你的预期 发展成那个样子 比如说 打篮球超过姚明 比如说脸就像哪个明星 这个事我们做不到 无法设计 能不能制成 就比方说它的肝啊 胃啊 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 是最理想的 不太大 不太小 去掉一些疾病的可能 脚的大小 身体的这个比例 这些可以做成一个 比较理想的 今天还做不到 还做不到 但是技术来讲 这个事情应该说 是有可行性的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今天研究的 比较透彻的是酵母 酵母就是我们酿酒的酵母 蒸馒头 蒸馒头 现在酵母不仅仅能蒸馒头了 比如说这个 这是番茄 对吧 我们以前一直 刚才还是精子呢 就是番茄了 一直讨论这个番茄红素 比如说咱们喝红酒 要白利卢醇 这些以前 要从葡萄 要从番茄里做 现在不用让酵母表达 让酵母直接表达 最典型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就是青蒿素 青蒿素不是从黄蒿里提出来的 青蒿素是从酵母里表达出来的 就是很多必需品 不是从它最早的养材料里 不是从生物质来 你要什么成分 我只要那个成分 因为金是一样的 我曾经算了一个账 你把澳门都种上黄蒿 就是产生青蒿素的原料 所能供应的青蒿素 仅仅相当于 就这么桌子这么大小 一个发酵罐 养酵母供应的量是一样的 生物制造 酵母现在能表达什么 表达抗体 表达白蛋白 可以替代我们人类以前 只有现血才能拿到的成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比较积极的 纯粹的好的 生物工程类层面上讲 对一个人类的定制 像您刚才讲的 要求这么做 技术上的确有可行性 但实际上很难做得到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你说的 摁了葫芦齐了瓢 你不知道调了这个 那个会怎么变 而且这个试错成本 就跟转世轮回一样 只有一次机会 对 这个基因的秘密 其实就跟咱们现在讲 大数据一样 它要普惠 这个地方就体现 某种人类价值观 你绝对不能将来变成说 你有钱 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基因 或者你就对自己 可以做一个比较优化 没钱的人 那就只能比你越来越蠢 越来越弱 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 我经常说 不能把精准医学 变成精英医学 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就可以肆意享受 记录红利 换言之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 死亡才使得让下一代有机会 替代上一代的生态位 我觉得基因科学 就会有可能会改变这个 你这个是一个人为的认识 或者说是目前表面上 大家的一个认可 但是总有人从自私的基因的原理 来打破这个 我曾经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从永生开始的 我知不知是永生 对吧 我说我肯定反正永生 这不仅仅单单的是能不能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于 人类归根结底是以总群的方式延续 而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延续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在于 如果说第一个人能永生 那么就有第二个人永生 他两个之间会用物理的方式 解决对方 互相杀一下就完了 我们刚才讨论的永生 都只是基因层面上的永生 不可能说 我把你这个肉体都消灭干净了 你还永生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就是最麻烦的一个事情 意识永生 就是科幻电影里讲了 你的意识可以下载 这是人家最追求的 这个里边第二个危险 那霍布斯早就讨论过的 人跟人这个冲突是绝对的 第三个是无数人追求的 特别是伟大的这些哲学 孔子啊 等于亚利斯多德啊 要是现在能复制亚利斯多德的 这个一些思维的观念 他到现在不过时啊 那有很多人会愿意啊 人类的共识会愿意啊 那这个将来有什么方法能阻止或者说 我最近出台了 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方法禁止用算法去做推荐 我觉得就挺好的一步嘛 但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要消耗那么多 就你像人类几千年积累那么多智慧 你看看今天实际上大家好多都忘了 怎么能保持这种传递 怎么那么多没脑 对啊 这成本太高了 人类之后成体成本太高 不是 有些事啊 我简直觉得很难相信 但是就是他们觉得可能 比如说马斯克 他们说已经连了 连了一个什么动物 猪 猴子 就是猪 好 你看很多时候啊 文科生说的高兴 我不知道具体上怎么能做到 说将来真有希望做到 有个接口 他能读取我脑子里的记忆和想法 这是可能的吗 这个做过一些常规的实验 知道不是马斯克做的了 这个马斯克做的更多的是 把电线和连接 这个倒不难 本身就是生物电的一个最简单的行为 你是 你能读我的脑电波 我相信 我的思想怎么读啊 他是有这么几个实验 这是真实做了的 就比如说我们知道 有一些电线的患者 我要切除一部分脑白质 嗯 这个过程中要做数中唤醒 就是做手术被你叫起来 那么最近做的实验室 在你要做这个区域 放了很多脑电机 插了很多电机 这个电机机片 然后你不要说话 我问你问题 你用脑子想 然后他把你的数据给输出出来 正确率大概是60%到70之间 输入速度大概是100到150个字 英语 英语 就是讲的是英语 但然后以后他就找到规律 知道你的脑子怎么运动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也就是说 我们至少是可以把他的语言 如果你想说的话 比如霍金药这个技术 那是蛮好的 他就可以大量的输出了 比如说我们学外语的经常说 你习惯用英语思维 那您这意思就是说 脑子的思维是用 假如是用语言思维的话 至少语言中枢的这一部分的信号 在一个有10亿人级别使用的语言 上百亿的数据训练级的条件下 可能被证据识别出来 他就能翻译成英语 我说的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 这是发了科学文章的 这事已经做到了 所以你想想这个未来 就是所谓他们说的 因为一直有这么一个科幻 这是科幻世界里的 要是真的那太可怕了 就是像义军刚才说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人会死 一个人你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 就死了也就死了 只能说他的思想永生存 但是假如说将来要是有一天 有人提出这种假说吧 能够下载你的真的这个大脑的思想 就是所谓在这个意义上的不死 数据化不死 那么就意味着呢 同样是爱因斯坦的一个大脑 他会继续想下去 再给他100年的时间 再让他整天上网 什么都看看 对吧 那他这个东西积累下来 这个大脑他会 他会发现宇宙的终极真理 也都说不准 刘慈欣就写过一个小说 他是这是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 你说这公司已经有了 在加州 就是说一组程序不断的聊 设计无数的问题 来问一岁干啥 二岁干啥 视频什么都有 将来你五代以后的孙子 想见窦老师打个电话 反正我们的很多长辈 不都是活在你通讯录里吗 好久都没见了 打个电话 根据你的声音 根据你的记录 可以跟他聊天了 这个公司在美国 已经有开始去成立了 这是一部分 所以当时大家很担心 产生另外一组黑客 我天天删的数据就行了 一直把窦老师删成老年痴呆 就是你得给我钱 要不我把你爷爷的爷爷的数据删掉 这是一个你刚才说的 意识上云的这个过程 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就如你所说的 如果说那个大脑本身 真的 我刚才讲的这个范围 还是在计算的范围 还没到算计 真的到算计了 这是不是人类解决 终极问题的一个方式 换言之 我们可以思考 贝索斯在去 在上太空时候 他讲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讲 地球能供养的人类是有限的 且不说这句话对不对 它的基本点 但是太阳系 是可以支持我们有一万亿人的 如果有一万亿人 我就能有一千个爱因斯坦 就可能会是人类这个物种 向深太空去行走 这就是说 这种美国的这种冒险家的精神 也是代表了 我们智人在迁徙过程中 我们当年智人能够从非洲 假如从非洲走 能走到北美 能走到南美去 这也是这种拓张的精神 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其实对人性这个物种来讲 它是从这个角度 从概率的角度思考 我们还是会出爱因斯坦 就像爱因斯坦的事情 还是有牛顿 还是有加利略 还是有亚里士多德 希克波拉底 毕达哥拉斯 这是一样的 包括我们的柱子百家 是吧 但是你又说 你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永生 我基本上 如果像刚才第三种形式的永生 如果它可以保证 大家每个自己的 叫手脑如玉吧 我们现在有这个词 叫比手身如玉 更重要的是手脑如玉 不被滥用 不被污染 不被滥用 不被人员意员 保持自己 还是自由意识 到底存不存在吗 就这个问题 很重要 所以人类永远不能忘了 这个伦理 这事就得靠咱们自己 管住自己的可能性和命运 就是说明 您还是相信 你看人类的知识和智慧 代代相传 总是有它的某种道理的 所以说 我就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对基因的研究 让你对这个父母教育孩子 会有什么新思想 给我们分享分享 理论联系实际的 对对对啊 就是因为这是 现在很多人的困惑 该怎么教育孩子 其实在于这个 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原理 一部分孩子补课 就提高分数 所有孩子都补课 就提高分数线 提高分数线 其实没有意义 因为是电视院法则 如果港大 港中文不扩招 那无外乎原来700分上 现在720分上 清华北大不扩招 这没用啊 实际上它会把我们人类 可以去探索好多的 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你没有必要去追求 那最后的十八二十分 因为它对人生 这一辈子没什么用 严格一闪 对大部分是没什么用的 反过来讲 基因是要求多样性的 基因是要求 生物生态 都是要求多样性的 我更在意的是 我们能不能定义出来一种 对成功的多样化的标准 或者说不定义成功 都成功 就像一副一气质 都成功 都保下来了 当美国密西西比的大豆 发生了这个 包大线葱病的时候 是北京小黑豆救了大豆 这是这么个故事 因为北京小黑豆 天然抗那种包大线葱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东西 你永远不会想到 相隔这么千万里之外的 一种基因 竟然会救 你的另外一个 很尽情的一个物种 我们今天保留 任何一种成功的可能性 实际上是让我们的 这个教育的多元化 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依托 这个地球上之所以美丽 是因为它没有放弃 每一种色彩 不管是红色还是黑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现在更希望的是在于 我们能不能 更好地去不定义成功 不要有更多的成功学 不要有更多的 急功近利的精神 这不是一个慢下来 而是让大家更多地悟出来 我常常觉得就是 我们的社会 对于所有的成功 都是有标准的 我们中国人的社会 因为我们常常 就一说到问题 就是说人多 我们是一路这样 精英的筛选的机制过来的 我们的记忆里面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您要它刹车 这个很难 非常困难 我们已经大力地 在说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觉得 哎呀没有一个筛选标准 没有怎么 多样性怎么来教育下去呢 现在看见发达国家 做最好的几个国家 比如说日本 它现在带来的 很多的问题是 老年化加少子化 同时存在 如果一个国家 最后没有人了 这国家任何的一种文化 任何一种传承 你有什么载体 可以记载吗 那日本人 只有研究永生了 回答他的问题 我觉得 现在要取 就像您说的 不要用成功的标志 是比较难的 能做到的 就是多种成功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那个奇迹时代 是怎么发生的 公元2500年左右的 就是我们现在往前推 2500年前的时候 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嘛 希拉多 穆克吉 世家王子出来了 古希腊那群先现在 中国也住子 就在那个时代 那还是有一个 争鸣的一个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还是会回到一个 很重要的内容 我们经常说 创新是自由之子 确实繁荣之母 创新很多的时候 也不能是自上而下的 有很多的创新 是属于低技术的创新 是属于组合式的创新 在历史上 很多伟大的方面 不是可以搞出来的 是工匠搞出来的 对啊 瓦特也谈不上是什么科学家 在发明蒸汽机 我觉得人类啊 就是像个人 那个时候呢 就是到了青春期了 就是到了十七八岁 动脑筋读大学的时期了 就是那个时候 你是指两千五百年的时候 对 不同几个民族 当然大家方向有点不一样 咱中国人呢 特别在行是人跟人的关系 那个希腊呢 特别在乎于人跟自然的关系 等等 我只是想回答您那个问题 不是中国几千年来 不都是这样子的 不都是这样子 要不然唐诗怎么出来的 宋词怎么出来的 只是到了明朝以后 突然变成特别控制了 所以到明朝以后 只能写小说了 所以说就说历史上啊 你比如说他讲的 这个轴心时代啊 亚斯贝尔斯提出来 我听过一种解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就等于说啊 人类在古元以前呢 当然就是原始宗教 萨满宗教 你看那个时候就是 真叫集体意识 你的个人意识 好像还弱于你的这个族群 个人就是更是集体的 我们这一族的 因为我们抱团 而且那个时候就相信 很多萨满教啊 这种原始神灵的世界 一个你像商朝都是嘛 他就很多神灵的世界 但是呢就像他讲的一样 公元前800年到200年 在这个600年当中 东西方同时出现 那么多圣人 比如说孔子 释迦牟尼 柏拉图 苏拉底 然后他们在干什么呢 就是我听到的这种观点 就是啊 就是说人类开始 从这个蒙昧啊 这些迷信当中啊 好像第一次睁开眼呢 反观自身 就是我是谁 我是怎么回事 你比如说像是孔子啊 像是这个 这个佛祖啊 或者是很多宗教的 为人制定伦理 就咱们说的伦理 你们人与人之间 应该怎么相处 你们之间应该怎么相爱 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 你看就过去啊 一切是归之于 我神啊这种 但是从这个时候 你发现这些圣人们 似乎都有一点共同性 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 提出来的问题 一直到今天 还是人类的主要问题 就是提出了一个范式 就是人与人之间 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怎样 才能够和谐 基因之外的问题 大部分他们那个时候 都考虑了 从问题的角度来讲 是的 是不是啊 这些终极问题 在当年已经开始思考 大部分都考虑 不管他的结论是不是对 但他的问题问对 所以我说 您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 就是说 在我们站在一个科技 将给我们带来一个 不可测的未来的 这么一个口上 我们还是得想想 那个时候的这个圣人 他规定的人类的 一些基本的价值观 这就是你们说的 这个生物科技的伦理问题 那么具体到 当今的父母 每一个家庭 实际上就要从基因的角度 考虑说 父母是给了他一定的基因 对 这个因 但实际上 他应该也要好好看看 这个孩子 你说的他是谁 很多后面的事情 并不是由基因所觉得的 或者说 你是否能理解 你到底给了他 怎样的基因 是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父母应该是 更有耐心 更理解 就是他也有 我经常举的话是 父母 要把对孩子的要求 反逐求己 自己去做到 你能不能做到 对孩子的要求 当父母改变自己的时候 有的时候 对一个原生家庭 改变是巨大的 因为孩子是从你 他所有的行为习惯 认知 都是从你家庭的 印随和印记过来的 印记是基因 印随是你的行为 所以很多的问题是在于 因为家长做不到 要求别人都简单 我们经常是 己所不欲 但却失于人 所以大部分的家长 成人却无法改变自己 却无法掌控自己 是我看到当前 一个很大的悲哀和无奈 说得好 真的 你教他什么 他未必听 但是连他都不知道 他在不知不觉地模仿你 对于一个小孩来说 他身上的基因 百分之多少来自于他父母 一半一半 各接近百分之五十 少量会突变 会重组 然后大家都习惯于 好的都是我的 不好的都是我那一半 是吧 你就跟你妈笨 你看你跟你爹你懒 其实都不对 是因为他们自己笨和自己懒 互相指责对方的基因 好像是母亲的作用更大一点 不是 其实很难说 因为不同的性命 大家其实两性的问题 讨论了很久 最后现在越来越趋近 好像就没啥去 比如说我二十岁运动员 我踢足球这么好 比如说梅西 他就觉得 那我这儿子肯定有足球天赋 培养他踢足球 或者就我这孩子 培养他弹钢琴 那这个是有基因的根据吗 更重要的 它还是一个后天的 习得和环境 否则你这么说的话 因为家岂不是一代 根本一代高吗 但实际上并没有 都是达到高峰以后 逐渐甚至就转行了 不会自从副业了 您这意思 这个基因没起那么大作用 没有那么大作用 因为就是说 我们当时都举那个例子 狼孩儿 他已经过了语言 最佳的学习期了 你再教他人话 他不会了 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 比如说我们的语言能力 多语言形成最好的时间 是两到六岁 我们在欧洲很多国家 比如说比利时 他会德语 法语 英语 可能还会荷兰语 因为小国 都要学很多国 他会很多种语言 但你问他什么时候学的 小时候学的没人教 当我们 尤其是我们 包括我那代人都一样 初中学英语 这个时候你发现 你的语言在两个脑区里 不是在一个脑区里学的 所以你才会有英语思维 汉语思维 你佐证了 我一直这个想法 我就说语言没有天赋 语言是个纪念问题 就是你特别小的时候 你接触到有多种语言 可能你就会长得容易 不管 虽然你说的好了 不是 你说没有天赋了 真的没有天赋 我们就觉得要有天赋 对不对 是你能不能尽早 他是这样子 语言的高级运用 可能是有天赋的 但是语言的基本能力 是没有天赋的 因为语言复杂程度 的确有高低 但没有任何的人类 婴儿在两岁以前 学不会本族的语言 都学的会 哪个人不会说话了 其实后天的习德努力 很重要 我说的那只是血脉的内容 你还有文脉 我觉得这也像一个隐喻 就是说我们通过DNA的 这个代际这个传 我们也能意识到 这个文化 就是说这个中华的这个文脉 它也是个DNA 咱们可以说是精神遗产 文化遗产 这个东西也决定着 我们的慧命 哪了不起的 不管 智慧生命 对 这个地球上做过很多 不管靠谱不靠谱的 智商测试 智力测验 中华民族的都是在中上 甚至在最尖端 还是聪明 对 咱们中华文化 就几千年嘛 它这么传嘛 但是你看 也有复制 但是历朝历代 也有变异 也有突变 然后这个突变呢 要接受环境的考验 有的能存在 有的就灭了 但是呢 总有好像一脉不绝 所以还是中华民族厉害嘛 就它这种 所谓的这种民族的包容性 它很强 中华民族是后来的概念 是一百年的概念 金庸也好 这个陈寅确也好 就是在讲这个汉文化 受到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的 怎么来说 混合 突变 这个就是生命力 民族的这种文脉是很强的 对 独制性还是很强的 这个得学学他这个学科 了解一下 你不是讲成功学吗 那生命传到今天就是成功啊 那么这个里边有什么成功的规律 我觉得真的 有点意思 这个逻辑很重要 演化是一种学习能力 算是吧 对 他是有随机性的 他是有随机性的 鲁迅讲国民性的时候 这个国民性 RQ的这个现状 那这个算 就是说社会环境 有没有影响到基因 特别柔顺啊 特别 还是挺难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生物性的概念 尹老师 脑容量给你问到了一百七十毫升 是 真假的 太难了 是 实际上从五湖乱华 再到原始百年 再到1644到1911的 清朝这二百六十七年 我看到的是融合 我并没有看到 你的国民性 是说更柔顺了 还是怎么样 要不是 如果都柔顺 我们还打什么抗米元朝呢 那个当时 打的也是 那也是何了不起的呀 当时可以去面对 那么一个强大的对手 大家还不是没有怂吗 所以在我看 这个东西 还是在于这一代人的心气 到底起没起来 就是你看 刚才咱们讲的很多很深的问题 比如说是自由意志 还是被决定的 对 甚至有些物理学家说了 就说极端的来说 只要知道所有的一切 出事条件 就能够计算出你下一个条件 认为你没有什么自由意志 但是另一种 认为人啊 就是有自由选择 比如说你学新闻好 还是学生物好 你今天看 你觉得学生物好 可是也许你一上这个学 科技的方展方向一下转变了 就这个可能又没那么好 对 你也在选择 可是你也在接受 随时变化着的 环境和时间的这个选择 那么你说 这个 作为父母来说 您对这个孩子 我觉得啊 要认识到这个程度就想 你至少别 非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让他怎么样 因为那太有可能出错了 要是我们再用另一个大思想家 弗洛伊德的理论 那基因就相当于潜意识 决定人的 他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决定了你的行为 你接受的道德文化训练 那是超我 你的行为是这个超我 跟本我的一个协调 换句话来说 是道德文化 跟基因本能的一个协调 能不能这样来看 这个是对的 康德那段话 可能我觉得更经典吧 就是当我仰视星空的时候 我觉得 我构成我自己的物性 和这些星体之间没区别 都是元素嘛 力的元素 对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当我凝聚 向我的内心看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这些束缚在我内心当中的 这种道德和美德 让我明白 我为什么为人 所以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这两者都让他觉得 璀璨的心穷 内心的道德律令 就决定了我的物性和人性 当我看星空的时候 他觉得他只是一个自然物 他只是个物性 我只是一个 就是一个物体 对 但是看内心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 有一种崇高的美 他意识到了 我为人的意义 所以说 叫 这两件事情 都是不朽的 那么如果再用 饶意讲 其实我们终有一天 都会成归成 土归土 你会按照热力学 第二定律的方式 归于虚无 饶意就是北大的 现在是北一的校长 你把他跟康德并列在一起 三人行 三人行必有我失言 陈一路走来 只有师长 然后 当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希望你既经历过悟性的神奇 也经历过人性的可爱 我还会加一句 你用你无私的人性 去克服了自私的基因性 同时别忘了感谢军群的帮助 最后一句话是 如果生命是一种代码 这是我的原创 我相信人类的代码当中有爱 你相信 我相信 但是你还没在里边发现 证明不了 我这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个宗教性的内容 而且无法证伪 因此这句话也不是科学 科学家的宗教情怀 但是我觉得未必不是真的 有时候从DNA的意义上来讲 我们就是个管子 对 对吧 你活百年 你就是个管子 但有时候呢 有时候你这个管子啊 真的就是你的局限 你觉得 对基因来说 不太重要 对吧 你觉得应该怎样 或者说你觉得我的孩子 必须得是什么样 必须什么样 可是对于基因来说 有更大的东西 有更大的意义 在决定着你的孩子的未来 这个就要谦卑啊 就跟他们科学家一样啊 我有时候跟我的一些朋友 就这么说 我说咱们对自己的人生 充满困惑 你怎么肯定 你敢说你是对的吗 咱自己有时候都舍了 对啊 就是你刚刚说 人类的基因里面一定要有 就是如果是密码 一定是有这个爱 对 爱它也许 它是不是自由意志不知道 但爱实际上会让人感到自由 因为当你用爱的角度去看 很多束缚就没有了 是这样子 你刚刚说的父母对孩子 如果你不是用社会的标准去看他 你用爱去看他 你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解决了家所的本质 就是人所以为人的一个 很人性的标准 对 无论是狭隘的 就是这个两性之爱 还是友爱 还是父母跟孩子的爱 我就在也劝这样的一些家庭 就您刚才说的问题 是吧 家长特别自信 八八八说很多 我一般就是说 又打孩子了 我说为什么打他 是欠抽 欠揍 我就说那上次他发伤 你为什么找我呢 快不行了 我说你不想揍死他吗 就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他是爱他的 但他方向错了 稍微缓个打气再说 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什么 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 这是本质 科学家也是这样子 证伪嘛 心里面可能就 每一代坐在颠覆 上一代就是基因的传承 也不是完全颠覆 就是他复制中有变异 可以这么理解 在关键点 尤其在科学上 尤其要在意这个点 我爱我实 但我更爱真理 很多权威已经忘了 他怎么当着权威的 是因为他颠覆了之前的权威 然后再往下问呢 就跟豆老师你说的一样 你怎么保证 今天说的都是对的 你成功吗 我能跟你说的一堆毛病 你改得了吗 对 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呢 变成这个放任自流 这个虚无主义 说你怎么着都行 所以这个里边 哎呀 咱们说的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本质上 它是一个道理 你比如我那天听人一个说法 他说比如说 有命和运 命就是必然性 是吧 运呢 是偶然性 为什么说科学家爱因斯坦 我们要认识这个科学的规律 就因为宇宙啊 生命啊 有它的必然性 是 但是神奇就在于这里啊 还有运 还有偶然性 因为偶然性是多种必然性的交叉点 这个是您这个节目的魅力吧 就是说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不可能是一个yes or no 非黑即白的事情 对 我们又不是辩论赛 就我觉得像基因学习的就是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学习能力 就是他在这个演化过程当中的不断在学习 梳理出你基因当中特别优秀的地方 给孩子做暗示 他就是一代一代的在这个复制当中产生变异 有些变异变成癌症了 对吧 那有些变异被环境采纳了 对 我这个不由的想到就是爱因斯坦 当年跟他们量子力学的那个人的争论 爱因斯坦 说这个上帝不致骰子 说上帝不致骰子 但是这个DNA的这个被环境的选择 是不是有点致骰子的性质呢 这个亚里士多德有力作用在物体上物理才运动 然后先是加利略比萨斜塔的这个实验 我们按经典的传说来讲吧 虽然这过程中也有无数的 说本来也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就有了开普勒去看行星 然后就有了牛顿 给出了宏观物体在低速 跟光速相比的低速条件下 牛顿定律都是对的 爱因斯坦统一了时空 狭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都告诉我们光速恒定 然后让我们知道了 原来牛顿只是爱因斯坦方程当中的特例 当速度远小于光速的时候 牛顿定律都对 当接近光速的时候 必须用相对论 就到了爱因斯坦 在广义相对论当中 时空是一体的 时间达到了光速 速度达到了光速的时候 就没有时间了 只有空间 同时只能有一体了 能量和物质 只是通过光速的平方 来进行转换 能量和物质 物质是被束缚的能量 是一个被束缚的能量 这其实是到那一刻为止 都是对的 然后布尔挑战的最大 所谓的哥本哈根学派 在索尔维会议上之后 这段时间就证明一个问题 到底这个世界是不是确定了 其实普朗克在1906年的时候 当他知道了这个世界 是量子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点崩塌了 你相信的东西原来都不存在 所以爱因斯坦和布尔 最大的争论就是在于 爱因斯坦说 上帝不扔骰子 布尔高等不是 他把骰子扔到 你看不见的地方 对我们生命来讲也一样 对我记得还有一段子 说布尔当时说 爱因斯坦 你不要告诉上帝该做什么 你知道我们DNA的突变 百万元之二 是我们看得见的 但是突变在哪两个位点 我们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概率 所以每一代的随机突变 我都不能让它 百分之百二我的意志去做 这就是说 我为什么定制不出来 一个完美的东西 它总会有一个点上 没有按你的意志做 这种随机性 是天然就会发生的 不管它多保真 它这些 生命复制过程 就是会出错 这个出错 就是我们演化的动力 就所谓的变异 你看看 咱们现在从理科到文科 达成了共同的结论 就是我们要对这个世界 充满敬畏 而且一定要保护 生物多样性 包括对自己的孩子 是吧 也要保护他们 多元性的发展的兴趣 因为很多人 已经不生孩子了 现在有的孩子 真的都是宝贝 对 你要知道一个孩子 从受精最后能 安安全全 健健康康生出来 它是多大的概率吗 一年之内 连续受孕 在目前的概率 只有60% 12个月 每个月都在排卵期 就连续受孕 你才只有60%的概率 能生出一个孩子 出生圈率的发生率是多少呢 5.6% 也就是说 每20个孩子里 就有一个会有毛病 他要躲过这么多的概率 胡论个 健健康康 所以家长 就应该家里 太好了 小孩房门口 要贴个标语 保护人类基因 对 共同体 鲁迅写的救助孩子 对对对 为了人类基因 这个基因 真是说明 我们真是命运共同体 对的 为了这个共同体 我们一定要保护多样性 特别是我们那个 幸运的小宝贝 多大的概率 多小的概率 才出来了他 除了爱 还能有什么呢 对吧 哎呀太好了 来 谢谢谢谢 哎呀 哎呀 谢谢谢谢 好 来 咱们现在那个为了爱 啊 咱们也不要忘了 这个合个影 合个影才说明咱们是 那个那个生命共同体嘛 生命共同体 咱们用这个创围65W82电视 来拍张合照好吗 哈哈 好 这款中间啊 那推后一点 好 嗯 这个准备笑啊 好 一二三 来 是扯基斯坦 就黄金家族的一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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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子做切术分裂的时候 以表外依出来的方式 才能讲句话 是通过高尔顿的这些优生论 会去离说呢 何香宁提出废除一幅多地质 那霍布斯早就讨论过的 就所谓这个黑天鹅 轴心时代 一等于RPC的频话给推出来 四胺酸五腔四胺多巴胺内味泰尔 白地露垂 其实普朗克在1906年的时候 写个波拉底 所谓的哥本哈根学派在索尔维会议上 一等于RPC的频道 这个陈吟雀也好 随心而变的创为首台OLED变形电视 65W82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中国特香型白酒开创者 斯特东方韵赞助播出